下面说说鼠标键盘 这个鼠标是罗技的G502 看这个打油已经时间不短了 没错 这款鼠标我最早是在2014年8月份买的 当时花了345 是不带RGB的 但是现在只是带RGB的 是因为2016年的时候 它这个微动坏了 官方给我换了一个新的 换的新的就是带RGB 好像是500块钱 后来又过了两年 到2018年10月 它的微动又坏了 结果人家过保了 我只能花50块钱换了个微动 没想到又过两年 2020年10月份 它这个微动又坏了 这个微动坏就是 把鼠标的单机变成双机 根据我长期使用 罗技鼠标的经验来看 这种微动两年换一次 每次算上快递的成本是50块钱 现在是2022年的8月 我感觉用不了两个月 又该换微动了 要不就该换鼠标了 从2014年到2022年 用了8年一个鼠标 估计还能卖个100块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在2007年买过一个 罗技鼠标叫MX620 那是一只无线的鼠标 2007年买的 2014年卖的 用了7年 中间换过很多次微动 基本上也是两年换一次 最后我给换了一个 樱桃的微动 据说很皮实 很耐用 但是有点沉 用着不太习惯 我就把它卖了 我比较喜欢这种有线的鼠标 感觉性能更好一些 更跟手一些 我估计我下次买 还得买罗技鼠标 到时候再看看吧 除了这款鼠标 我还有一个罗技的G102 那个放单位用了 也是带线的 今年年初我被隔离在家 我和老婆都在家办公 所以买了这只罗技的鹅卵石 带蓝牙的鼠标 这个鼠标也挺好用 说完鼠标 该收入键盘了 这个键盘是英特红轴键盘 2014年1月花500块钱买的 用了半年多了 键盘自带的键帽是ABS的 2019年我给它换了一套PPT的 换了个配色 跟换了一个新键盘一样 这个键盘据说是有钢板的 它支持苹果Mac和Windows 下面说说这个外置的声卡 叫Toscom 2x2 配合这个罗德的M3的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是500块钱 声卡是1000块钱 在直播的时候声音效果很好的 它是卡农口 再配合上这个麦克风支架 我平时就是这么直播的 关于这个麦克风支架 我之前买过一个便宜的 但是没用多久 就不好用了 后来又买了一个稍微贵一点的 就好用很多 下面说一下 这是最近新买的路由器 红米的AXR6000 花了499 是WiFi6的路由器 关于这个路由器 回头我再单独做视频 和大家分享 最后说一下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是从宜家买的 叫贝肯特 桌腿加桌面 一共是1000块钱 自己组装的 用了有几年了 感觉还不错 它的总长度是1米6 深度也就是宽度是80 比一般的桌子要大一些 但是即便是大一些 我想盛的东西太多了 还是不够用 最后给各位看一下桌下的理线 是不是很乱 但是从上面看是看不出来的 还算凑合 那我们再转到后面看一下 这是音箱放在了后面 这是PS5 这是路由器 上面是台灯 这是硬盘和光猫 还有一个小绿纸 最后说说我的坐骑 这把椅子 这是宜家的马库斯 它的价格是1000块钱 这个椅子不适合所有人 适合那种比较胖 还有比较高的 我的身高是1米85 体重也是185 做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它的腰靠差了点 我一般给它加一个这个 这个枕头 靠枕也是从宜家买的 好像是一二百块钱 除此以外 我还会给它加一个 小头筋 这样头放在上面 即便是出再多的油 它也是干净的 另外这个垫 你也可以给它 加一些凉掉 或者是纯棉的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各位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